有一名家住在屏東的印尼籍配偶 上個月婆婆病室 想不到才隔了幾天 先生也遭遇車禍過世 他醜不出喪葬費用 沒有辦法辦理後世 還要獨立撫養兩名小孩 有其中一名還是腦麻兒 觸境看臉 一想到自己的遭遇 立刻難過的紅了眼眶 這一名家住屏東縣的印尼籍外配 上個月婆婆因病過世 想不到隔沒多久 丈夫也因為發生車禍 離他而去 女子因為要照顧家中的三個小孩 其中一名還是腦麻兒 根本沒有辦法外出工作 而丈夫過世之後 家中的經濟來源頓時消失 到現在連先生的殯葬費用 都還沒有著落 幸好另外兩名小孩相當懂事 會主動分擔家中雜物 減輕媽媽的負擔 不過鄰居看了實在好心疼 也希望社福單位能夠伸出援手 幫忙這個破碎的家庭 美國負擔家中的 pergi